創立比財 盡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假情則是 禮拜二美國賭城 發生了一件 嚴重的血腥的槍擊案件 台灣股市張忠謀說要隱退 全球股市遇到這兩大利空 它有跌嗎 它有跌嗎 你看一下美國科技股 創立新高 你看一下美國的稻窮 一樣創下立新高 再看一下台灣股市 禮拜二台股 還小漲4點 遇到利空不跌 這是多頭行情的特色 所以在禮拜二 台股來到月線 一定有人跟你說 來到月線叫反壓 對 來到反壓 台股準備再往下做修正 會這樣分析 代表他看不到未來 未來行情要怎麼剖析 我在禮拜二的節目有告訴過你 電子類股指數 在禮拜二領先大盤過月線 代表上櫃的中小型電子股指數 在禮拜一 他就已經站上月線 所以我說台股一定會被帶上月線 有沒有 有沒有讓你印證 這叫做分析未來行情 所以股票的一個操作 你只要知道大盤未來會怎麼走 個股的高低點你可以抓得很清楚 這個盤要賺錢不難 所以在今天台股往上走高的一個架構 你已經印證清老師 在上禮拜二 禮拜五告訴你要大膽布局 絕佳的一個時機點 上個禮拜二 禮拜五要買什麼股票 買什麼股票 我們展丁節也告訴你 這次布局的主流 中小型的電子股 因為電子股 不管是上市的電子股 或是上跪的一個中小型電子股 他領先大盤往上走高 所以如果你掌握住 未來的一個主流脈絡 相信今天的亞光再度的漲停板 這個利潤是屬於你我之間 合作的一個成果 亞光怎麼操作的 當時候在他創新高這一天 我拔檔 9月11號 9月11號亞光最高是143 我賣在138 如果兩趟賺取82%的利潤 相信老同學很清楚 當天138的賣點 我都跟你對時對價過 保證一定成交 9月11號亞光賣掉之後 我已經跟你分析 未來亞光的走勢 除非他整理夠久 或是他跌夠深 我才會做接回的動作 所以138賣掉了亞光 這A波的修正 我沒有做搶反彈的動作 直到C波的修正 我才做承接 ABC修正滿足點 來到這根紅黑棒叫支撐 接回 這叫做規劃行情 事先跟你做預告 所以我一定會做承接的動作 所以上禮拜 亞光疊越深越有機會 這我給你的研判 來到107.5 機會來了你真的要把握 你有把握的 相信禮拜二這一通訊息 你是有接收到的 為什麼要買亞光 來到8月28號的紅黑支撐 趁大半重挫106附近接回 對 8月28號的紅黑的支撐 低點104 9月26號上禮拜二 最低也是104 ABC修正滿足點 來到支撐 Just Make 一塊錢都不差 做接回 所以上個禮拜二重不重要 上禮拜二大盤殺身籠籠 6天跌掉了407點 我說這是一個大膽布局 彎腰減鑽石的一個時機 上禮拜二沒有買 禮拜五回測 第一點 第二個上車的位置 我希望在上禮拜 你最恐慌的時刻 你可以找到一位 像是你的一個燈塔 指引前方的方向 你才不會模仿迷路 所以上禮拜二的亞光 趁大半重挫106接回 你138有跟我賣的106 一張差32塊錢10張 降低了32萬的成本 接回之後禮拜三亮燈 禮拜三亮燈之後 禮拜四我有短賣一趟 我說這個短賣點 我是多做給惠遠的 如果沒有賣 真的沒關係 重點是禮拜五 當台股來到10273 對 禮拜五回測10257 X16點沒有跌破 收腳只跌 這又是讓你佈局的時機點 所以亞光的106沒有買 至少上禮拜五的110 該承接了吧 大盤給你是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方向看對了 策略在對 賺錢真的不是那麼困難 所以兩次的買點 符合我對大盤的一個分析 不管是上禮拜二的亞光106接回 還上禮拜五的亞光110d接接回嗎 兩次的買點 你有跟的 上禮拜五來到111.5 禮拜六來到112.5 禮拜一 116 禮拜二盤中亮燈 當然恭喜一下我們會員 今天的亞光休息一天之後 再度的亮燈漲停板 真的是有夠漂亮 漂不漂亮 從106接回的亞光來到支撐 到今天為止 小波段已經32%了 連同前兩波段的82% 加起來114% 同一檔股票 做股票需要雜亂無章嗎 做股票需要建一檔愛一檔嗎 我們給你火力的集中效果 資金重要在一檔主流的個股身上 這是你看到我們從8月8號 布局亞光以來的三趟的動作 亞光做什麼了 當時候8月8號84.6 我在買的時候我就跟你講過了 他的車用鏡頭 是雙B跟Tesla主要客戶 所以8月8號當天 跌停板84.6 你要跟我低接 有沒有 這邊84.6到138 這樣兩趟幾塊錢 兩趟是大概82% 沒有錯吧 所以高點賣掉 基本面依然成長 ABC坡的修正滿足點 來到這根紅K棒之聲106接回 上禮拜的動作 禮拜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所以看我節目應該很過癮 我常常跟同朋友分享一個重點 你什麼時候要看我節目 如果你在台的時候 看我節目特別有收穫 我說過我喜歡雪中送炭 我不喜歡錦上添花 所以我們大盤的一個剖析 有沒有落實在個股的操作 從這一檔亞光身上 你已經看出短影嗎 操盤是要有節奏 買賣是要有依據嗎 我這種操盤的節奏 有沒有符合你需求 一檔股票從8月8號到今天為止 三趟是114% 重壓的結果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亞光 怎麼看 我結論再度給你做預告 亞光最快的話明天慢 慢一點下個禮拜我會慢 所以今天亞光已經連續兩根漲停板了 你不要胡亂再去追了 你今天去買137.5的 你已經沒什麼利潤可言了 最好買點是上禮拜二跟禮拜五的 106跟110 買這兩個點比較漂亮 成功的經驗值得你來複製跟跟隨 機會來了要把握 上禮拜二的一個亞光106接回 接回之後 上禮拜五再給你一次 100低階接回 切老師負責撞到機會 你把握住機會 光是這一波段的亞光 32% 他表現有沒有比大盤強 大盤今天往上走高 離10664 還差了100多點 但亞光今天最高137.5 前波段143 差5塊半就過高 所以希望我們的一個 進出的買賣的預計 那個盤中有價值資訊 你可以好得掌握清楚 這檔台勝科也是一樣 清老師有沒有看到未來 當時候8月4號在佈局台勝科 我對於矽經營的報價產業分析 說有機會漲到明年第一季 你來到9月22號 看到公司派的一個報價 說台勝科會旺到2019 公司派的說法比我更好 我說會到明年2018的第一季 公司派說會到2019 產業的一個結構發展是往上的 股價跌下來來到支撐 出現買點要敢買 所以基本面的分析 當然很重要 股價終究要反應基本面 所以整個台勝科回檔要不要買 回檔出現拇指轉折向上訊號 84.8當然可以買 漲上去之後回檔來到95.6 底下有支撐還是站在買方 這兩個位置 對 你有跟的 8月15號這天 9月13號這天 這樣上去36% 來到25號創高我喜歡賣股票 17賣台勝科 賣掉台勝科之後隔天回檔 而且跌停板 你想不想低接 我剛才不是跟你講過嗎 產業的結構發展是往上的 股價打到支撐站在買方 所以高點你會賣的 你會想跟我們會一樣低接回來 你有這樣想法的 272我就會帶你買 台勝科回檔三天有指跌跡下 104接回 接回之後隔天 他的走勢漂亮嗎 不漂亮 開高走低 黑街棒 你怎麼看 誰會在一檔股票回檔的時候 跟你預測未來 上禮拜是台勝科 我對他為了股價的走勢 我有沒有規劃給你看 贏家三部曲 我希望這種規劃行情之後給你預告 你要跟著執行 最終的結果我會帶你獲利下車 一檔一檔跟著來 不用急 賢老師不是建一檔安一檔嗎 我的股票不會變來變去 每天立刻跌 掀開都是不一樣的漲停板 你還在相信那種節目嗎 所以透明的分析 就是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掌握未來 上禮拜四的台勝科 黑街棒 開高走低 你會怕嗎 你會怕是因為你不知道 他要怎麼怕 你如果知道他會再來一次讓你進場 你就敢跟我低接 講完之後隔天的台勝科有沒有下來 有沒有下來 按規劃執行 上禮拜五又是很關鍵性的一天 台勝科103 再買進再低接 所以上禮拜五重不重要 我對大盤的分析絕對不是 漲了三四天之後 才跟你搖琴吶喊 上禮拜五所給你的介入的時機點 你跟上任何一檔都是大賺 台勝科當然要執行買進了一個低接策略 是不是 所以上禮拜五 台勝科103再低接 下來按規劃執行 就買 買了之後 有沒有上去 有沒有上去 有沒有讓你印證 先下後上 先下後上 所以上禮拜二 不是上禮拜二 這禮拜二台勝科來到111 我短線上已經告訴過你了 不要追這個高點 你要買等台勝科壓回 我拜年我就跟你講了 他已經先下後上來到這個位置了 先下後上了 所以禮拜二台勝科 你可以減碼 但是不要去追高 要買等壓回 是不是 所以整個台勝科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開始回檔了 但我給你的一個台勝科未來走勢 叫做他還沒有結束 這期股票 如果是說還沒怕之後 你會怕跌嗎 你會怕跌嗎 行情我已經規劃給你知道了 先下後上 如果還有下來低點 這又是一個再度上次的時期點 所以今天台勝科未來這一大段 希望你跟我一起並肩作戰 所以這個盤簡不簡單 我佈局的中心 就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因為上桂的一個指數 領先大盤站上月線 中小型的電子股上桂是代表嗎 禮拜上桂站上月線 然後禮拜二電子類股站上月線 然後台股大盤是今天 禮拜四才站上月線 所以這種層次所帶給你的是 主流的個股 就在中小型的電子股身上 台勝科是不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亞光是不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沒有錯吧 今天所提供給你這一檔車用電子 一樣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而且他很機優 去年度賺一股本 站上六個月的大底 六個月叫做時間波的大轉折 漂亮 他今天的一個成交金額高達25億 也就是說他今天的成交量夠大 好進好出又好賺 這檔股票跟我一起來迎接未來的大波段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分期的計畫 進入倒數 剩最後的兩天 自己把握一下 你一半 我一半 感情 比較不算 清老師這次推出了分期的計畫 就是為了降低同樣你的負擔 所以我已經跟公司要求 叫他們先退一步 我先幫你扛 所以你要勇敢的跨出那一步 我才知道你的問題所在 伸出你的雙手 你的問題我會幫你解決 未來波段行情跟我一起掌握 打開這位來探集 這次的分期計畫 當然是今年度的首推 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 倒數兩天即將起案 我另外再加碼 贈送你一份中秋節的 最佳的神秘禮物 這清隆老師個人的一份心意 打電話進來就享有 自己好好地掌握一下 謝謝 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多防災嘗試請上臺灣抗震網 巴菲特 巴菲特 城東同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 是你賺錢的開端 速加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城東同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 著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金錢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城東同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智照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健獲利 無往不利 城東同顧 值得托付 02752-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價值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金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利器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力量不達 入匱春線 0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不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額排氣密窗 励火 励火 火 励火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611的大雨汁 連續兩根的大量 確立 換手 成功 今天大雨汁我有再買 我第一個時間的買點不是今天 8月24號這一根紅黑棒 我已經進場了 來看一下為什麼要買它 從它的基本面來講 它是油盔轉營的 一檔機油性的電子股 大轉機 而因為整一個大雨汁 它的手遊在大陸市場 非常的漂亮 市占率不斷的提高 所以油盔轉營 油盔轉營在今年度的一個 個股表現身上 你從玉金光的股價表現 你知道嗎 玉金光一樣是一檔 油盔轉營的電子股 從去年度到現在 它漲無將近10倍 所以整個大雨汁 在8月24號 基本面有大轉機 當時候融資低 籌碼穩 第一檔8天轉折向上 這檔大雨汁 我是從8月24號就開始買 隔天8月25號 你還記得嗎 出現新天亮 我說大雨汁 有量就有價 所以整個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當然 如果從8月24號看到今天 我是大概等了一個多月 我等了一個多月都沒有出 我今天教會員還可以再買 或許在一個時間效用上面 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 好像不划算 不划算 那是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大雨汁 它是從高點 264塊錢打下來 打到這個低點 它開始整理 開始橫向整理 我是買在80幾 我不是買在260幾 所以這檔股票我當然可以拚 所以8月24號的一個大雨汁 當時候8月24號 低檔8天轉折向上 收盤是87.1 我當天告訴會員 油龜轉移的大雨汁 8天轉折向上買點浮現 試駕買 改試駕買 本來我是掛低點 但是因為股價一直往上拉 所以我告訴會員 改試駕直接買進 10.06 10.06的大雨汁 再85.4 你自己對時對價 所以試駕買一定買得到 85.4一定可以穿價成交 所以我不會在最低點這邊畫個圈圈 說買當天的79.7或是80 81 這種事情我做不出來 因為會員在看我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 所以買在85.4 就是買在這個位置 是不是 買了之後 隔天25號大雨汁出現新電量 4000多張 我說有量就有價 因為他經過一大波的修正 從260幾塊錢 修正到我買進的位置 85塊多 差6塊 200塊錢 所以出現這一根大量 代表初期來講 有人已經開始在吸納籌碼了 所以雖然等了一個多月 但是我認為值得 我認為值得 所以在這禮拜一 其實你也看到大雨汁亮燈掌停板 看到掌停板來到90.2 我當然會恭喜我們的會員 禮拜的大雨汁 我為什麼不拿出來分析 我當然有我的用意 一般投估的分析師 看到手中的股票掌停板了 多喜歡搖晴吶喊 對不對 為什麼不拿出來跟你分享 主要目的在保護我們的會員 我都有我的用意 會員你知道跟著訊息來動作 慶吶老師真的不會虧待你們嗎 我對待會員的心意 你們還不了解嗎 講一斤外形人一斤 所以禮拜一的大雨汁 你已經看到亮燈了 禮拜二放假前 大雨汁出現5900多張的新天亮 一亮先價錢乾淨 他有沒有高點 他當然還有高點 所以今天禮拜三的大雨汁 再出現5000多張的一個大量 所以禮拜跟今天禮拜四 連續兩天的大量攻擊 換手成功 我今天才會公開 公開就是為了保護會員 否則我禮拜一掌停板 就公開給你們知道 應該會有很多的觀眾 又會進來湊熱鬧 他今天一個大雨汁的走勢 就不會那麼強 所以今天大雨汁 我今天告訴會員 10點48分 連續兩天攻擊大量 特定買盤已經進場 空手者的新會員 95附近買進 經過一分鐘10點19分 大雨汁的股價94.9 你去對時對價 95塊錢一定買得到 這邊都在95 95以下 買完之後盤中最高98.4 拉上去 這是我對一檔股票 具有轉機色彩 所提供給會員的操作經營 買了雖然有一點頓底 但是該來的行情 他總是要來 是不是 所以禮拜掌停板 是不是 你看一下我們禮拜六的傳承稿 禮拜的傳承稿一定有大雨汁 看一下禮拜六 上禮拜六的大雨汁 沒有亮燈 導播 有沒有 9月30號 特別會員的傳承稿 你沒有大雨汁 第三季營運會比第二季好 這是我看好的理由 所以手遊的一個市占率 在大陸市場讓大雨汁今年 我認為一樣有發光發熱的效果 所以當時候 8月24號 這個第一檔八天轉折 向上的買點 我改天會把當時候的VCR 重播讓你看 因為今天的時間已經快不夠了 好不好 所以怎麼進的 怎麼出的 盤中資訊 我會給會員帶到 看一下這檔薇綱 禮拜的他下跌 我告訴你我還沒出 今天薇綱有沒有長 薇綱我從六月份開始操作 到今天沒有一趟有失誤 每一趟操作都讓會員賺錢 不行 相信你去問一下 我們普通會員 另外一檔 聯軍 禮拜二 我說這一檔股票波段操作 我還是沒有出 賺你股本本一比又只有10倍 未來股價還沒反映它的基本面 你跟我買在104.5的跟108的 你不用怕 對啊 我沒有帶你出 你就安心的跟我繼續的抱下去 所以今天台股站上月線 在上禮拜 我所提供給你的中小型的電子股 會領先台股往上攻 所以今天這檔車用的電子股 符合我的選擇力標的 技術層面站上六個月的大底 大轉機的買點已經浮現了 漂亮 漂亮 他今天成家金額高達25億 所以他今天成家量夠大 量大好進出 當然又好賺 邀請你跟我一起來掌握 今天首推 唯一一次的分期付款優惠計畫 剩最後的兩天 有沒有 你務必要把握 因為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 你有需要的大步一點 比較大步一下 建老師特別的再加碼 贈送你一份中秋節的神祕禮禮物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評自負 投資通銜 現在從youtube印通財政台 人好時間 人好地點 聽到 看到 Youtube 24點間 線上直播最中時 分析師精準談刺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關西 跟你安賴在一起 新人蔡老师 是您賺錢的開端 搜紮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全東東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功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制兆 带您领先洞行市场 稳健货流